其實這個東西 我有跟大家講過就是 唯一的版本 那不會有什麼造假 就是那天去新竹的時候 要去一個戶外的直播見面會 那有邀請高桓安委員 那我是那個天活動的主持人 那裡面有朱學人要開獎 那吳子嘉總製長要開獎 也有高桓安的論述時間 其中有一題就是講到這個 所謂見面跟柯文哲見面的事情 這就是吳子嘉總製長 他有他的消息來源 他要講這個 我說那是不是要跟 柯文哲本人確認一下 而且還有第二個查證者 不是只有跟柯文哲查證 那因為正好我有他的電話 我就打到這邊去問他 他說是今年過年的時候 那所以既然吳吳 吳子嘉就按照他的消息 來源跟內容 他晚上都會講這個內容 那時候會講說我今天沒有去 那這樣意圖使人不當選 他就告了 那後面部分其實我覺得 他有權利要提出 他的這個法律訴訟 可是也就在第二天 這個柯文哲就跟他講說 他記錯了 他接到我的電話 講說他記錯 他是去年的一月三號 不是今年 可是問當下的時候 他確實是講今年 或是今年 他說是 所以他記錯了 那當然這個事情就是 變成這吳子嘉 他有講述這段 公開的這個這個講述 那沈慧弘覺得說 我是一個候選人 我現在目前選舉 受到影響了 他是有權利要去主張 這個都沒問題 我們講這個不重要了 是說為什麼告了以後 三天就拿傳票 這個就是不知道 你有看過這種事情嗎 確實非常非常少 因為以今年來講的話 有誰是這樣 我那天遇到李政浩 他今年也是一樣 他告別人意圖使人不當選 兩個月了都沒有動作 那我不能講說 所以我按 我認為新竹市地檢署怎麼樣 他確實速度比較快 所以你看 他也趕快發信用稿成親 也很少會這樣說 我們完全都是沒有任何特定的 沒有怎麼樣的 這個程序等於沒有澄清 依程序 我講一天也可以 一個月也可以 三天也可以 程序 你的程序 人家是問你說 為什麼後此薄筆 有兩套標準 別人要那麼久 你會這麼快 只是問這個 不是這樣嗎 當然也不一定是新竹地檢署 可能別的地檢署 為什麼這個地檢署那麼慢 你們那麼快 那你是不是受到什麼壓力呢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等等的 你檢察官的這個政治立場 是不是有問題 人家在質疑這個 你就解釋這個 你不能解釋說 我都是一樣 那你要怎麼解釋 地檢署應該的解釋 不是這樣解釋 是我現在把這三年來 我接受多少件告發的案子 我都在幾天內發傳票 假如說我這三年 我接到了一千件 我九百件都是三天就發傳票 但是沒話講 假如我接著一千件 就這一件三天發傳票 其他都要搞 一兩個月 你是不是有問題 你這個給我解釋 你根本沒有解釋 怎麼那麼意思 解釋你必須要 把你過去這幾年 你實際 不要講別的 今年好了 今年以來 你接受多少靠發案件 你幾件是三天以內處理的 三天發傳票 這才能夠證明 才能夠證明你自己 沒有問題 否則的話 你這 對我來看得沒講 我不知道一般人看得怎麼樣 他就按照程序 那程序是怎樣 程序是三天嗎 是這樣子嗎 來 兩位 我跟法務部的長官問過這個事情 就以前 我說在選舉期間大家告來告去 法務部很高層的 他親口跟我說 他說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潛規則 選舉期間的訴訟 不會在那時候辦 也不會那時候發傳票 很少 很少 因為這很多是屬於政治人物 他的一個操作說完 我自己二零一六年也是被這樣子抹黑 抹黑的 對方告我 我告他 結果 我告你以後 你沒有傳票 沒有啊 等到訓後辦理後才 才開始處理後來 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也沒有傳啊 沒傳當事人 沒有 所以 這是法務部的高級長官 親口跟我講的 在選舉期間的 司法訴訟案件 原則上 他們就是放著 講個白話就放著 沈慧紅告 然後不是只要七號收到傳票 十四號就要應訊 十四號一個禮拜 那十月九號 有一個很有名的政治網紅 叫逆風的烏鴉 他就寫了一篇 他說這個檢察長叫張戒青 是今年五月才調過來的 今年五月 那這個二零一三年 在北檢當中主的主任 代表作就是起訴黃世民 黃世民 那後來黃世民在北院判無罪 然後他出來痛斥北院 然後這個人就一路深啊 從連政署 蘇坦組担任組長到連江省 連江地檢署檢察長 然後又調到 今年五月才調到新竹地檢署 當檢察長 對啊 所以我就講嘛 說什麼你你過這個 在我來看 這個嚴正成績根本沒成績 要成績照我的方法 把你過去幾天內發傳票 把你的記錄拿出來給大家看 我才相信 否則等於沒有嘛 不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現在的這些檢調單位 其實坦白講是看長官做事 你可以看看長官的風向是偏哪裡 他就知道該怎麼做 我們這些人都很聰明 這些檢察長很聰明 也會去壓壓看未來這個 誰有可能當長官 然後就用我們這個機會 再做一個效忠表態的一個事情 所以趙大哥講的沒有錯 像我們以前有被告 那被告的時候通常就是 我知道我被告的訊息 大約是一個月後 他去做一些相關的陳述 然後然後說我在那邊怎麼做 怎麼怎麼做 記不記得大概在二零一九年底 我們不是去外交部抗議那件事情嗎 外部也告我們 有差不多接近一個月啊 然後才開始進行一些問話等等 那最後是不起訴 因為這事情就結束了嘛 也沒有就刻意的這樣子一個 一個故意去污衊外交部的事情 所以顯然這個辦案是超音速辦案 光速辦案 一般人辦案速度真的沒那麼快 我光我檢察官要拿到相關的這個 這個文書 我要開始去做一些相關的程序處理 然後這個承辦人要去開始做 相關一些資料收集要去傳人 坦白講這檢察的單位 這體系很大 體系很大 那要不是有些案子 其實拖拖拉拉更不可能說三天去辦 顯然這個案子縱然不是上面交代 但是很多的檢察長 現在會看風向啊 知道說這個案子跟這個選舉的結果 會有關係 或者呢候選人可以拿這個 去做一些文宣澄清 或者是成為一個助攻的工具 一個材料 那就趕快快辦啊 那吳子佳就變成那個快辦底下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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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楣的一個T4 不過他讓吳子佳有機會去應訊對審會不一定有利喔 可是對於檢察官來說 吳子佳會出來開記者會 可是對檢察官來說我辦得快啊 我跟上面表態啊 是啦 是啦 可是吳子佳造勢的人遠超過那個房間 但是吳子佳怎麼造勢就不是檢察官控制啊 不過就是說檢察官喔 我們常常講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如果檢察官就這樣喔 這個這樣的黨同法裔喔 這樣的有政治立場喔 這樣的看長官辦事喔 這樣的只要長官叫你辦 你就快辦 然後就立刻就升官喔 這是真的司法之詞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